现在是早上四点多 我今天要去卡托维斯办一个事情 好 我们等会火车站见 终于到了火车站了 我觉得今天这个时间把握得还比较好 现在是五点零五分 我的火车的话是五点半 所以说时间整整好 现在准备下单台一份 我发现其实早晨赶火车是一件非常非常冒险的事情 如果说你时间没有玩过好的话 没有可能就错过这个火车 然后再买这种高峰期的时间比较好的火车就比较难了 三号站台 这个就在站台一下 机会上可以说90%应该是安全的 可以赶上火车 旁边前面的这个牌子 它是可以看到 火车的你具体位置是在哪一个车厢 然后停靠在哪一个站台的哪一个地方 所以这样的话火车来了你就不用到处了 运气算是比较好啊 只能说是比较好带一号的 今天定的这个车 我本来以为是那种 就独立座位的这种快车 结果确实是快车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车厢是什么样 是紧挨紧的这样的事儿座位的 当然啦 不然其实会有这种情况 就把这种类似于国内的卧铺车厢 然后每个包厢里面六个人把它改一下 但是也无所谓了 里边其实还是比较安静的 这种地方完全不冷 果然是在平均路 这边其实离的捷克已经非常的近了 基本上也就几十公米吧 一百公米都没有 今天是做十个早上 所以人一看都是特别的不处 在这个地方 不算太多 所以说第一点是一个早餐 现在应该算是九足饭饱了 全光 好 那么时间差不多 现在已经八点四十多快九点了 那么我准备赶去我既然要办事的地方 啊 闹了半天 多一斗铺车了 是吗 现在就去 那边的办公室 那离的不是特别的远 而且我感觉这个城市 我说华沙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 这个城市 我觉得老建筑比较多一些 有点特拉特夫和普雷斯瓦夫的感觉 第二个就是 这边的空气好像没有 华沙那边好 能感觉现在好像空气中是有一点味道 但华沙陆路到已经很受人关注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简直就是太奇怪的一个举动了 嗯 还好了 我已经有很长时间的 心理都准备了 所以说 现在这种对我来说 已经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卡托这个城市主说呢 刚开始看的时候 觉得有点不太气啊 但是通过几个小时的接触以后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 我们可以继续深入的来看一看 这个地方我完全是不熟悉的 所以说 会走很多的弯路 当然了 无所谓的 觉得这种 一个城市刚过来 就跟旅游一样的 难免会走一些弯路 而且有时候走了弯路 也会有意外的惊喜 而且走弯路 其实也是 到一个新的城市也好 或者说是旅游也好 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这个地方 这个角度是不是更好一些 就是至少没有那种 淡泥光的感觉 很多年前在国内就有朋友说过 在城市里面是不可能迷路的 只有在乡下才会迷路 所以说 现在的城市都一样 你如果找不到路的话 打车或者是Google导航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现在已经找到地方了 就准备了 好 代表来见我的朋友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介意 我拿着一个相机 就要走来走去 至少目前为止还好 现在我要到 从一个定的一个地方 我在这个里面正在找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 终于见到我要找到的一个朋友了 应该大家也都认识 大家看一下 嗨 又见面了 不容易 然后就是我们在当地吃的亚洲餐 应该还是不错的 好了 我们吃完饭再继续录吧 现在先不录了 冬节的时候又到了 来又送东西 他们又回来就 我们就又要说再见了 好 我们以后有一个地方 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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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走了啊 你慢点回去 拜拜 我现在要坐小火车 再回卡坡的中心火车站 差不多我看了一下 呃 每十分钟左右一般吧 然后坐过去 六七分钟的样子 票买好了 这样 行 现在就在这儿走车 应该坐过去很快 刚到中心车站 那么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可以逛一下卡托的老城 但是我觉得应该这种 我觉得应该这种老城都差不多的 而且卡托的老城我觉得可能 用二十分钟左右去坐吧 逛到老城这边就会发现 我做所有的老城其实都差不多 人多 车多 都比较乱 我看了 不是去吧 卡托的老城貌似有点太不严了吧 走了三分钟 好像已经走出老城区的位置了 那么对面是一个有点类似于教堂 但肯定不是教堂 至少我觉得不是教堂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商场刚过去没两分钟 又是一个商场 到处都有了这样一个 不能算跳岛市场吧 应该卖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新的 只是说 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些 也是两分钟 基本上就逛完了 我觉得 没有什么太多 至少没有什么太多 我觉得 比较感兴趣的东西 行 反正给卡托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一点参考吧 我再多逛一点吧 然后给大家看一圈吧 我身后我觉得应该是个景点吧 卡托为之 我刚才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这个地方跟 星光大道一样 大家可以 等一下我拍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的话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有卡托的朋友 这段路还是有点长嘛 应该从这个地道上去到 它整个上面广场好像是没有人行到 底下有一个地下通道 可以从地下通道窜出去 我看着上面好像 也没有什么太多能看的东西 我可以上去看一下 可能都走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已经被围住了 但是被人打开一个小球口 我就跟着混进了 反正前面有人 后面也有人 对吧 而且我是个外国人 应该也没什么关系 上来转一圈 但我看这个样子 好像这里面就是一个体育场 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 好像可以进去周边转一圈 也就如此了 但好像我后面的这个位置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去 我只是不太想进体育场里面去 也不是想到草坪上面 到高处看一看有点什么东西 而且看到没有后面的这个地方 好像是一个游戏的竞技赛一类的 而且我看到有中文的标识 不知道是不是有中国的选手这样参加 或者有国内的赞助商 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下方说一下 看一下上面有什么东西 终于爬到点了 不过没多高 确实没多高 最多也就两三层楼这么高 看一看 看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再看怎么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